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能有个机会从头开始找一份文化艺术相关的 可以让我有一些时间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 又富有激情的一份工作 谢谢大家 是衣服缩水了还是 两年前买的衣服忘了 不是 我是说这衣服是这款 就是断截的 对 这是两年套 只不过我之前两年前有马甲线 然后因为尽量加班我就是 马甲线呢 太好了吧 是34吧 对对对 心态挺年轻 谢谢啊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s a state of 忘了 哎呀我的天哪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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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不太好 我就觉得可能有人会质疑我的年龄 然后他一查了一句话 今天吃药了没 吃药了没 吃药了 跟跟人说百合多了有点醉了 人一多就有点失控 就是容易看起来就有点癫狂 田春雨 其实学历特别好 南开大学硕士 你不像女学霸呀 我眼镜儿忘带了 那你也是个女学霸 那北大的 非常苦情 你看她长得多苦情 我也可以呀 说说你的家庭呗 我可苦情了 我就那个七岁就丧父 然后 这也笑吗 你们有没有 人家说七岁丧父 没有用你这种表情说的 七岁父亲走了 对 就因病去世了 一直是我妈妈自己拉扯长大 然后从小家庭情况怎么样 挺困难的 我父亲去世之后 我妈妈就下岗了 然后也没有生活来源 然后之前父亲治病 也花掉了一部分积蓄 就基本上就没有钱了 就最苦的时候 就我妈妈到菜市场 去剪菜叶子的人来 那个做菜给我们吃 所以其实环境还挺艰苦 对 对 对 母亲没有选择再婚吗 她现在也再婚了 现在还幸福吗 挺幸福的 你怎么不结婚 我找不着 你上过另外一个带飞的节目 是 是 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压力特别大的那种状况 然后我这个工作也比较忙 没有时间去在外面相亲之类的 我就想到了一个特别高效的方法 就是上电视节目 那一次呢 看了好多好多的男人 她是 怎么知道 你留了多少期啊 我待了六期 我基本上看那个靠谱的 就是都留灯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都没选我 是因为你跟其他的女生比起来 这个外表上比不上别人 还是怎么着 我那时候有马甲线的 有马甲线的 没有 你说脸 脸很差吗 我也没想到 我没有说你差 我是说你跟别人比 为什么老是 那我只看男的了 我没注意他们 你都不注意一下 你的竞争对手的吗 那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 就是两人看着两人 就这么说吧 你在留圆圆面前 你有自信没有 有 有吗 好 很自信 很自信 然后你坚持了六期是吗 对 都没找着 没找着 你总结了一下原因是什么 总结原因可能是我那个要求太高了 你的要求说来听听 是个男人就行 真的 真的 真是个男人就行 对 我基本上 你喝这样的行不行 有点瘦 你看悠悠交易 还是不行嘛 我们正儿八点的时候 谈过没有 没谈过啊 有过几次牵手成功的经历 然后但是后来就很比较忙 然后平时约有吃饭约不出去 好 说说你有多忙 你原来的工作在哪干 京东商城 京东干过 我这上面可能阿里也干过 对对对对 这两家比较好的企业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加班太多了 哪个加班多 京东 京东加班 对对 就是基本上晚上回家 就只能洗洗睡 早上都没有时间洗 大概几点钟 晚上一般到家就能十一点吧 就如果没有事了 每天都这样 对 你是干什么职位 产品经理 是不是这个再往上升一点 就不用加班了 我就是看到再往上升 我的领导和他们的那种工作状态 比如我领导是有孩子的 他每天九点十点的时候 要跟孩子视频 因为他如果要等下班的时候 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还是早就睡了 所以他只能在公司跟孩子视频 那阿里工作的怎么样 阿里工作它比较弹性 阿里是什么职位呢 也是产品经理 也是产品 一直都是很专注 为什么也没留下来 阿里那个时候 因为是在杭州 在杭州本来是觉得 那个风景如画 特别好的一个城市 但是对于我来说 就是比较凄凉 尤其南方人 他们结婚特别早 就每天吃饭的时候 大家就讨论 这孩子怎么 参加什么辅导班 风景如画 怎么不好的 风景如画 我没有孩子跟他们谈 我觉得特别孤独 也就是说 在阿里也很忙 也很忙 也没时间谈恋爱 没有 没有时间成家 没有 这个IT行业 有很多男的都单身 这么多年 很多也条件挺不错 没有人追求你 没有 虽然单身多 但他们基本上 就比我小特别多 不能接受比你小是吗 不是不是 是他们不接受我 这个另一半的这个问题 不能妥协 因为我这一生 陪我度过最久的那个人 就那么一个人 而且我是一个 相信爱情的人 就是我的梦想 我之前不敢说 我的梦想就是 嫁给爱情 你要求薪资多少 8K以上 你上一份工作 在京东和阿里 你是多少钱一个月 22K 那你现在降这么多 我对屋子生活要求不高 有地域限制吗 希望能在北京 应聘什么职位 没有考虑特别清楚 不是你是来找工作的吗 是是是 但是 职位是什么 你没想清楚 就是我想的职位 总类太多了 第一职位 活动执行 你干过活动执行 你不一直干产品经理 是 但是那个 比如在公司的年会 还有之前那个 学校里的 一直都是组织各种活动 为什么不太延续下去呢 你的优势 干了这么多年 我的优势 主要一个是 就是能够静下心来 就是做 你能静下心来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我可以写 那个几万字的文档 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产品经理 它不是一个 特别指向性的 那个工作 它其实就是一个 补位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理解 其实你也有 很近的一面 当然啦 接下来我们 静一下来 好的 产品经理还干不干 不干了 那我们来 这个 从他身上 提取出一个问题 虽然他还没到中年 但也算是职业高龄 职业高龄的人士 是否值得放弃自己的高薪工作 去寻求一份符合自己兴趣的职位 你觉得这是不值得 首先我觉得不一定是值得或者不值得 在这两条路中间可能还有一条路 这条路叫做两条路的差别 比如说你是已经不喜欢产品经理了 你想要有激情 你可以选择 把你的经验 给更多需要产品经理经验的人 导师 他现在跳出来 他原有的这个工作的范围 去寻找一份 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或者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 这根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总是看到给别人做贡献 他自己不幸福 自己不喜欢 怎么可能给别人做贡献呢 我特别地佩服你的勇气 而且我觉得 如果你有很坚定的想法 既然产品经理这条路 你已经不想再走了 市场这个方向 也未必一定适合你 但是我觉得你 还是可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好 第一轮选择去货了 谢谢 天生 伟友才 啥才 要不展现我沉静的一面 我清唱一下歌行吗 淑女一点 对对 特别淑女 对 九儿 身边的那片天野啊 手边的刀花儿香 高粮手来红满天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谢谢 辛苦 你要是每天都 都这么正常多好 对吧 咱就保持刚才九儿的这个感觉 好不好 好的 我们觉得他通过那个歌声 真正地走入了那个人物 其实我们才会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的人 他只是想通过外表的那种 风风颠颠来演示内心的一些动物 我看你在一信工作过 在那边做产品经理 是做哪一段的工作呢 那一段我是做给代理人 就是放款的那些业务员 做了一款APP 姑娘 你过去做产品经理 主要做哪个领域 或者哪条产品线的产品经理 我主要是做那个旅游产业 那你为什么认为你适合做传媒 做投动策划 就是觉得这个性格 可能会比较外放一些 能力素质模型上 去做过对比判断吗 就是主要 做产品经理 其实他就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一个工作 我相信我是可以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来看看他的社交数据解读 他的社交媒体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我超级无敌 想有个男朋友 和他最匹配的老板是 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的杨首斌 两人都关注互联网行业 和他最不匹配的是 金汇峰投资的周立霞 极简又目标性强的周总 碰到胡思乱想 拖拖拉拉的田春雨 很不痛快 第二轮选择 去过来 谢谢 来